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共48小时 但由于后续的月面起飞 涉及发射窗口和燃料等方面的限制 留给采样的实际工作时间 其实只有19个小时 采集月壤的工作 简单来说就是挖土 但细致和复杂程度 相当于做了一场远程外科手术 嫦娥5号一旦落定 便无法再移动 但是着陆点谁都没去过 探测器的周边或脚下 是否可以采集到足够的样品 谁也不知道 为了对付未知的情况 嫦娥5号带了两套取样工具 两种办法 让它取得更丰富的月壤样品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根据非控现场决策 下面组织实断取采样 采用月壤预编乘错论 钻头一厘米一厘米地慢慢向下绝进 月壤的构成很复杂 月表环境温度的变化也非常剧烈 这都是钻取设备要克服的困难 嫦娥5号的钻头由特殊材料制成 可以钻取八级硬度岩石 也就是说在面对沙岩石灰岩和大多数花岗岩石 嫦娥5号的钻头都能完成任务 钻杆是以铝作为机体的复合材料 耐磨性和强度可以和钢材媲美 我们不可能带很多种钻头 然后去月球表面 所以我们必须设计一个 对各种可能面临的这种钻镇的对象 都能适应的这种钻头 进了一行远 再试一次 碰到大石头 你光回转缺些 它是不足以给它破碎的 月球表面的重力 是地球重力的六分之一 所以我们专门有一个电极 给它在月球表面 在这个低重力环境下 提供它需要的一种钻压力 就摁着它往下钻 他们那边可能要决策 这种冲击最大的风险 就在于 里面已经有的样品会受到震动 算了这么一进那个网络 还是可以啊 对 算了一张 对 对 我是北京 算军军军军 标误场 结束 十九条 下面组织实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系列精巧复杂的机械臂动作 越让样品稳稳地被铲了起来 最终总共1.731千克的月壤 被封装进一个罐子 各位注意 长额5探测器月面采样工作顺利结束 好 谢谢大家 此时的长额5号 已经在月球停留了48个小时 从月面起飞的发射窗口 也即将到来 中国探测的这次任务 是完成月球采样 并返回地球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难度最高的探测任务 采集月壤已经足够困难 长额5号还选择了非常复杂的返回方式 探测器的构型变化得非常的多 质量变化也特别大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探测器的构型 大概有七种变化 就一直不停地在变 在环月轨道上 在地月之间 渺小的探测器 正挑战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中国人在外太空的一次 全新技术尝试 航天器第一次 在环月轨道的无人交汇对接 长额5号探测器的四个部分 将在38万公里以外的深空里 分分合合 从我们一开始 我们自己所提我们有起飞的时候 8吨2的重量 一直到在返回的时候 以后就只剩下一吨多一点 计划于5时42分 两个配接开始 轨道器和上升器将转入无控模式 当轨道器和上升器对接成功后 存放月软样品罐 被送入返回器中 整个选拨 小鞋ので 等下 和下 。。。 如果 怎么回事 任何 等下 用品转移 用品转移完成 从交汇对接完成到样品转移成功 时间仅仅过去30分钟 终于 嫦娥5号要返回地球家园了 四子王岐航天着陆场 位于中国内蒙古中部 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 是中国最重要的航天着陆场 这里地域开阔 空气能见度高 便于航天器的搜寻 嫦娥5号返回器也将在这里着陆 距离地面大约5000千米 轨道器和返回器分离 这时 返回器的速度约每秒11千米 相当于民航客机高速巡航速度的45倍 如果不能有效减速 进入大气层后 返回器就会被烧毁 返回器转出速载入模式 跳距是载入返回器说 我们会穿出大气层 穿出大气层以后 我们会走一个抛弧线再降下来 然后进行第二次进入大气层 两次进入大气层 通过大气的相互的减速作用 把11公里每秒的速度 减到7公里每秒的速度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下面通报返回器第二次落点预报 落点京度 东京 111度 26分 24秒 中心 111度 111度 25分 5秒秒 落点纬度 42度 26分 13秒 维修4号发现目标 维修4号发现目标 12月17日凌晨 嫦娥5号采用跳跃式载入返回技术 安全返回地球 在内蒙古四子王旗 航天玉着陆场着陆 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 圆满完成 我宣布 我宣布 经过二十三天的漫长远返回 经过二十三天的漫长远返回 月球研究的局面 又被重新打开了 经国际矿物学会确证 中国科学家在月染颗粒中发现的 嫦娥石是一种全新的矿物 之前从未被发现 这种矿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嫦娥六号要发售 准备在月球背面去采样 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嫦娥七号是在月球南极 将近几点的地方进行着陆 主要任务就是 月球南极的环境和资源的 一个详细的一个 刊查的一个工作 中国的探月工程四起 将陆续发射嫦娥六号 嫦娥七号 嫦娥八号探测器 并开展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 我们嫦娥七号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在月球南极 能够找到水的存在 人类想在那边去短时间 吸吸水是最重要的 嫦娥八号也是准备飞到月球南极 然后和嫦娥七号 这两个航天器 多路器 月球车这些 就组成一个月球科研站 在南极的一个基本型 月球南极的科研站 是一个国际参与的大科学工程 是由多个国家 多个国际组织 多个科学机构 组成的一个国际月球科研站 像我们嫦娥七号 现在有20来个国家 跟我们就是申请要合作 我们也应该团结更多的国家 让他们更多的参与我们的航天活动 一起享受成果 一起外向升空 这是人类共同的一个事业 一次次的火箭升空 仿佛照亮了地月之间 38万公里的蝗龙星路 中国的探月工程 带着自己浪漫的传说出发 用雄心创造历史 而这一切又将把浪漫 播撒向更远的 更辽阔的宇宙之中 人类对太空的探索 始终窥动着 众多科学技术的创新 而这一切也将人类的脚步 引向更远 更辽阔的宇宙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